大家好我是小V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們之前講的 最齊暖爐25款大比拼這條片呢? 之前就分享了不同款的暖風機 香港比這麼小 夏天一部風扇冬天一部暖風機 都幾押定的 所以現在都多了很多冷暖二合一的風扇 省位又方便 今天小V就和大家開箱這一款 Powerliving TP38 正正就是冷暖二合一的PTC陶瓷交熱 還是無葉的坐地風扇 先看一下它的機身設計 無葉風扇最重要的一個優點是安全 如果家裏有小朋友或者寵物 會很怕他們會放手指入機身的線液 那無葉風扇就正正解決了這個問題 可以見到機身的出風口位很小 不會有機會夾到 而它的機身設計都很簡約 長條型的設計 令到出風口的範圍拉長了 坐在這裡整個人都會覆蓋到 當然這個設計都很漂亮 銀白色的設計和家裏的顏色都很配 用法都很簡單 機身會有輕觸式的設計 基本上開飾機 冷暖 風力強度 搖擺功能 時間設定都按到 另外它有一個遙控器 除了剛才所講的功能之外 還可以設定三個溫度 分別是20度 28度 35度 它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遙控器是磁吸的 可以吸在機身的頂部 就不怕弄不見了 接著就要看它的冷暖效果 這款機有八段冷風 四段暖風 我們試一下它的冷暖風效果是怎樣 我們用最小和最大的冷風 試一下吹泡泡 會見到一吸風 泡泡就會慢慢吹走 風力溫和 而八吸風會形成一個屏障 泡泡去到一個風口位 就會立即吹走 還有整個出風口都會有風出 風力都很平均 風力的範圍又怎樣 官方說可以90度送風 還有覆蓋20m2的送風範圍 用家的客廳來試試 這幾個位置我都可以吹到風 範圍都足夠大 暖風效果又是怎樣 官方說可以做到5秒加熱 我們用紅外線熱成像而看看 可以見到一開機就已經發熱 都的確很快 整條柱的風口位做到發熱的效果 而且見到發熱的速度和熱力都很平均 我們試一下用35度的暖風 4級的風力 看看冰柱溶化的速度 暖風開機就預設是28度 可以用遙控器設定在20度 28度和35度 當部機測到環境溫度 大過設置溫度1度的話 就會停止加熱 確保不會過熱 接著測試音量 我們測試過 9種風速音量都算小 看它的官網 原來用了4層的降噪靜音技術 這個都頗抵賺 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可以設定開機時長 最長可以7.5個小時 即是可以設定7.5個小時之後關機 睡覺的時候就可以預計定時間關機 當然啦 安全問題都很重要 萬一不小心談到的話 部機可以自動斷電 到站起來才會再開機 這個設計就可以令到大家安心地用 另外要提一提 用暖風機的時候 我們試過機身外殼不算好易 機頂的位置會熱些 雖然是這樣 不過開暖風的時候 我們都不建議接觸機身這條柱 最後是清潔的部分 最主要是入風位和出風位需要定期除塵 可以選用吸塵機吸一吸入風口和出風口 或者用除塵紙抹一抹就OK 都很簡單 這款機身的設計我都很喜歡 金字塔型的機座 加上簡潔的機身 無論工作 日常客廳或者睡房都可以用 加上它出風口夠長 夏天開冷氣用這部機的話 可以做到對流更加廣 節省冷氣費 冬天開它的話 不像暖爐一樣只暖到對腳 這部機就可以整個人都吹到暖風 它甚至可以用來控衣 在潮濕的天氣都好幫到手 晚上睡覺就算我床那麼高 都可以吹到 還有最重要的是省位 而且放在家裡都幾漂亮 一部機可以放足一年四季不用收起 是一部幾好用的家電 好啦,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大家又怎樣看呢? 你又喜不喜歡這款家電呢? 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下一條片見